从前有一个国家的国王 他的两个公主都拥有眼泪可以变成钻石的特殊能力 后来他的大女儿嫁给了邻国的王子 小女儿下嫁给一位普通平民 许多年过去了 国王非常想念女儿 于是他走出皇宫前去探望女儿 去到大女儿家 他非常震惊 这个宫殿比他自己的还要豪华 王子见到国王来了 高兴地说 我用公主的眼泪化成了钻石 修建了这个辉煌的宫殿 而且还用许多宝石来装饰 公主他非常喜欢 见到大女儿很喜欢这些炫目的宝石 国王点了点头 然后又继续出发往小女儿家去 来到小女儿家 国王看到了竟是普通的木屋 见他们生活贫困 国王十分困惑 他质问平民 明明我女儿的一滴眼泪 就可以让你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为什么你们还是如此贫穷 此时平民的一句话 打消了国王的疑惑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平民说了些什么吗